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緊接帶您來關心的是 中共現在要進行海南大軍演 而且一連要軍演10天 我們來看在新聞的部分 這是針對美台嗎 中國海南大軍演解放軍大型戰艦齊發 解放軍不斷演習就是完真的 大陸學者就說這要破除大陸不敢打的迷思 所以要來問一下張誠 這次大軍演據說最特別的是 075 055以及山東艦過去從來沒有同框過 這一次罕見同框 對 這是很特殊的一件事 而且還地點在南海 我要特別先談一下075 這個兩棲攻擊艦 他們叫泰山號 其實到目前為止 這個泰山號還沒有正式的列裝 在中國大陸解放軍 因為列裝的意思就是服役的意思 好 可是還沒有正式列裝之前 這三艘艦 三東號 055的那個南昌號 跟泰山號 為什麼會一起做演練 那很顯然它這個演練的目的 一個航空武器戰鬥群裡面 有一個兩棲登陸艦 不做兩棲訓練做什麼 不做兩棲作戰做什麼 所以這次很明顯地 我們就要在南海地區做一個某種程度的奪島訓練 這意圖是很明顯的 那在這個編隊裡面 我們必須要講一下他們055的那個大驅 他們叫大驅 其實對美國的 大驅 在運作來講 常常裝的巡域飛彈對陸打擊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 就大驅加上那個 那個泰山號就是那個 075的兩棲攻擊艦 很明顯就是要做一個登陸作戰的 多島的演習 那為什麼還加航空母艦 三東號 我前年三東號從台灣經過 我們說我們大家猜 它一定到渝林港 就是三亞港去做整補嘛 整補完就出來了 為什麼需要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是一個海軍戰鬥群很重要的 空中武力的獲取權的一個載台 三東艦雖然只有36架殲-15戰機 但它的戰力也是 對南海諸國來講也是不可忽視 所以它這個戰力的形成 剛剛講很明顯的就是為了南海 我跟你講第一個 有了三東艦 有了那個075艦 很明顯是兩棲登陸作戰 大家看第一區在南海 南海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中國大陸對南海的經營 跟東海的經營是完全兩種態度 他說東海有效控管就好了 南海叫什麼 穩紮穩打 我們看他填海造島是不是穩紮穩打 那為什麼南海他一定要穩紮穩打 因為他現在在那邊實力還不夠 他有一天穩紮穩打夠的時候呢 控制南海就等於控制了 第一島鏈的台灣海峽 那張誠最近對岸動作很多 除了進行十天大軍演之外 我們回到新聞啊 給觀眾朋友看到 他最近還發布了一個 東風五洲際導彈發射的鏡頭 我們從他的視頻裡頭 到底看出了什麼端倪 先這樣講他為什麼在這時候發射 為什麼在這時候主席軍演 現在對美國人來講 是不是Christmas的 Vocation 假期 這個時候其實美國人 在心理狀態是非常鬆散的 在這時候他發射一個 東風五號幹什麼了 東風是一個非常舊的 一個洲際彈道飛彈 不要忘了他是洲際彈道飛彈 他是中國從1960年一開始研發到1980年 才列裝的一個洲際彈道飛彈 這麼舊的洲際彈道飛彈 這現在發射有什麼意義 第一他告訴美國說 我想現在放假嘛 你在放假 你在增長時間 你在放假的時候發生 在放假的時候 打個彈道飛彈告訴我 我可以打到你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是什麼呢 要談談東風五啊 東風五相對他們現在 東風三十一 或東風四十一來講 是一個比較老舊的彈道飛彈 那我們當然可以想說 他是在清庫存 那從我的觀點不見得 清庫存 清庫存 舊的把它打掉 那不見得 為什麼 在我們做科技研發 有一個名字叫Pivot 就是Pivot 就是一個標的物 我們做一個標的物 在做的過程中 在看他研發往哪邊走 所以東風 從東風五到東風五A 東風五B 東風五C 都有它意義的 他從東風五到東風五A的時候 是CP 精準度增加了 除了射程之外 精準度增加 他從東風五A 到東風五B的時候 開始有分導彈頭了 就是分開 一個核彈頭 帶好多 對 到東風五B 到東風五C之後 更分了 從4到6個到K 到分到10個 好 為什麼 這個我拿出來講呢 他們發展出東風四十一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分導彈頭 射程就是洲際彈道飛彈 因為它有之前的基礎 有以前的基礎 那東風五基本上還是一種 液態燃料的彈道飛彈 那東風四十一是固態燃料彈道飛彈 那液態燃料彈道飛彈 當然就是慢 就是 飛得比較慢 運輸也比較難 飛時間 發射時間也長等等的 但是 這個時候會做這件事情 從我來看 他們應該會試了一些什麼新的技術 打出去 看一看 我怎麼樣把它調整到東風四十一 東風三十一上面 也就是說 他其實在做新技術的試驗 試驗 而且建制美國 對岸呢 特別是習近平呢 在新年發了一號令 什麼令呢 他說 此時此刻我們要 全時代戰 隨時能戰 他要怎麼樣 全時代戰 隨時能戰 到底他的劇本是什麼 據說 十二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張誠大哥 說到十二十 大家可能不陌生 他跟 我有個兄弟 就是我們的那個 黑鷹直升機 我對好好的聊聊這關係 我先講這個十二十到底 黑鷹跟十二十是兄弟 表兄弟 一個是美國的 一個是中國大陸的 那我來談 先談談這十二十編隊 怎麼樣的來產生一個戰力 十二十有個很大的特徵 航程很長 有將近六百公里 我們台海峽多寬 沒有超過六百公里 如果他現在有空U的話 啪啪啪啪啪啪就揮過來了 就直接到台灣來了 所以媒體才會說 他其實 他的劇本裡頭 有一套劇本 其中一套劇本是 他運用 直二十來進行斬首行動 斬首 在我們軍方是屬於 點穴戰的一種 斬首沒什麼了不起 斬首沒什麼了不起 我們如果用直升機 做所謂的垂直作戰的時候 通常我們想做的 叫做主角作戰 我舉個例子講 假設有個補級線 我把它中間切斷了 我派一些直升機 兩個直升機 兩個排的人下去了 把那補級線切斷了 前方就不要打仗了 這個主角作戰才是厲害 我講個讓大家感覺一下 我們記不記得幾年的大潭電場 跳電對不對 我們台灣是不是亂招到一場了 是 記不記得前陣子有一個電塔倒下來 台灣就亂招到一場了 如果現在他們有直升 直升有一個很厲害的功能 我正在說明 就是他可以貼地 按進敲敲敲的飛過來 直20 直20 進敲敲這樣飛過來 好 飛過來之後 他就到我們大潭電場 把開關關掉 台灣發生什麼事了 一場亂 所以這種主角作戰 他厲害的地方 就造成敵方震驚的不安定 政治跟經濟的不安定 好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直20 他現在還有很重要的角色 是配合中國大陸在南海的經營 我們最近不是看他們 075的那個兩棲攻擊艦 快要成軍 快成軍了 好 那直20 將來就會是在075上面 重要的一個艦載機 那配合著直20 這個艦載機 配合著兩棲攻擊艦 它對南海諸島的奪取 這樣就開始要做 很容易執行 像我剛才垂直作戰 人力就出來了 好 如果要PK下去 因為剛剛講說 直20比黑鷹 它是航程比較長 那直20還是有些 它的優質的地方 那當然 中國大陸講的 我們就先聽聽 但是黑鷹也具有類似的東西 第一個 直20它具有所謂的貼地飛行能力 就是 剛剛剛剛講 它其實靜悄悄的 第二個它是靜悄悄的 第三個它有液晶飛行能力 這個是靠它的徵收系統 譬如說對地的光學系統 然後紅外線系統 等等合起來 它可以靜悄悄的飛 可以往上飛 可以貼地飛 這個對直升機很重要 因為如果我身體有一個山丘 我就這樣輕輕輕 突然跑起來 你是不是嚇一跳 是 這個貼地飛行能力 它第二個比較 他們宣稱他們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們上面所帶的武器 第二個比較 他們宣稱他們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們上面所帶的武器 有一個叫ATK-10的 那個空隊地的飛彈 這個解放軍的編號 我們搞不懂 我們講我們比較熟悉的那個 地獄火飛彈 把蘇里曼尼斬首的地獄火飛彈 是 他們這性能是PK 類似的 跟地獄火類似 它只是20 還有一個東西也蠻特殊 他們這樣講 一個直升機怕什麼 怕地面的炮 跟紅外線飛彈 就是認識我們先射飛彈 他對 槍彈的部分他們說 他加強他的鋼板 這個我可以理解 他對紅外線飛彈 他們這樣說 他們的引擎 所噴出來的紅外線 經過減量 這個我們可以觀察 是真的假的 第二個比較厲害 講起來真的比較厲害 如果現在有個紅外線 譬如說那個 我們刺針飛彈打上去的話 他說 它可以干擾刺針飛彈 也就是說他們在這個反 就是黃腹上 他們也做了一些加強 當然這些都他們講的 我們要看看是真的假的 不過說到這裡 我們真的不要把這件事 放在一邊說不理他 我剛剛講 他可以啪啪啪啪 就到台灣來了 而且可以靜悄悄的來 所以我剛剛故意 以大潭電廠為例子 是因為我剛好住在桃園 大潭電廠在我家附近 那附近 離最近的派出所也還蠻遠的 所以國軍還要加強一點 九年 然後他會再好 還有其他原因 我們在中央的找一個